182. 澳門日報 奧大約諾貝爾獎得主談生物醫學基因策略發展減致癌成本 2015年7月12日拓問B05本部消息 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舉辦第二屆澳門生物醫學科學研討會 昨日邀請以色列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隆切哈諾 Aaron C. Chernobyl教授演講 大談其在生物醫學研究的突破 深入淺出探討人類 醫學和科學的種種兒團 吸引數百名到大師生 學者 相關範疇的研究人員及公爭炮謎昌央 C. 講座昨日常午九時在澳大賓館多功能廳舉行 阿隆切哈諾貝爾個體化醫療革命 所有疾病都能被治癒嗎? 代價如何?為提發表演說 總結藥物的發展及應用 他認為 早期的藥物與抗生素等都主要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發現 隨著科技進步 科學家能更有效及有系統研發不同藥物 阿隆切哈諾貝爾也指出 現時科學家研發治療癌症藥物遇到困難 即使病症相同 病人對藥物的反應卻不盡相同 他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討現時生物醫藥發展的新方向 根據病人的情況研發出針對性的藥物 除了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 其價格的下降 測序時間的減少都能說明個體化醫療技術發展的可能 大幅減低治療癌症的成本及提高治癒的機會 為癌症治療帶來新曝光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